大家好,這裏是希望之聲新聞 最終,我是芬妮 我是石頭 我們的留言電話是650-395-8366 在多個民意調查結果 現在顯示看到民主黨處於劣勢的情況 美國目前面對的問題 都會成為共和黨的話柄 民主黨也積極利用共和黨人 說一定會削減社會保障福利和醫療保險 這些宣傳策略來攻擊共和黨 以期挽回這個劣勢 拜登在10月27日在紐約州 石拉丘之對支持者說 共和黨使我們陷入了違約 除非我們恢復於他們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的要求 他們這麼堅決說要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以至於他們願意為這樣而反而搞垮經濟 石頭說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這兩方面的福利 可能很多老年人都會希望有 就會覺得這樣會受益 即使在中期或非年度選舉中 他們都可能會成為民主黨的票倉 石頭,其實這樣似乎對共和黨都是不利的 我想問問,在你的印象是哪? 因為我們不要說這麼多屆的總統 即是說川普那屆的總統 那就是共和黨的 你的印象是哪? 所謂共和黨的削減福利是甚麼證據? 我想問,他的證據在哪裏? 他削減了哪些福利? 我記得有一個福利就是 即是人們要上班 即是要工作的人 他才能獲得一些 即是在他的能力範圍內 他都是低收入 他就會獲得一個福利 我的印象就是這個 但其實如果詳細分析一下 都挺合理的 如果不做事就有福利 似乎對於很多人來說 勤力工作的人來說是一個打擊 你說得對 其實就是 當時他的規定是這樣的 他說 你如果是帶收入 即是你失業之後之類 你必須要去參加培訓 參加培訓 因為你要工作培訓 你才有機會上崗 如果你說我以前做的工作 沒有了份工作 現在我要找分 同樣工作找不到 那你是不是要去培訓一下 找個人的工作 其實是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福利不是用來養懶人 記住 福利不是用來養懶人 有需要的人去支持他們 讓他們渡過難關 有些老人家 他們生活真的有問題 他們可以得到福利 這也是沒有問題 我覺得 因為美國不會說 無論哪些人會上來 會減掉你的福利 我沒有聽說過 只不過是有人特別宣傳 成這樣 所以福利本身就是一個改善 你生活 讓你在難關裡到過 然後你再站起來 你沒有一個人 或者一個家庭 沒有理由去拿福利 可以發達 如果你真的想過得很生活 像個人的生活 你就會去做一份工作 其實很簡單 美國這裏 其實是可以讓你去做事 合理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 其實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說是否減少福利 我認為不是 反而是促進了美國人 更加要自立自強 本身是否這樣才會有美國的夢 其實是很明顯的一個道理 相反 你剛才說的經濟問題 現在才會搞到經濟跨了 現在的經濟通貨膨脹 這樣的話 如果你說我現在 只是拿福利 就是因為派錢派得多 才會搞到現在的通脹 我們一直都這樣說 所以其實不是因為派錢 美國經濟會上得到 其實不是這個道理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地方 正常運轉 它是一個很好的經濟 正常運轉 才可以做到 這不是派福利 如果道道地方派福利的話 那誰會做事 還有一個嚴重赤字問題 石頭藍 現在說過 非法移民這麼多 進來了 即是說拜登上台之後 很多 即是說 好像加州一樣 連非法移民都可以拿到 失業救濟金 即是失業救濟金 那麼龐大的一些開支 你說會不會赤字 肯定會 那誰來負擔 可能選民應該考慮這些問題 當然 你說得對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 可能是不錯的 你自己認為的 但是 其實共和黨在說 或者川普以前在說 不是說 譬如在加州或全民健保 那些方面 他會放棄 他不是的 因為他本身 他的做法就是 當時 那些小的商業 那些人買保險 他是沒有辦法得到 應有的保障 而加州也有一個情況 其實說得清楚 就是奧巴馬保險 你不想買保險的時候 他會罰你錢 這其實本身就不對 但是為什麼我不想買奧巴馬保險的時候 我不可以去選擇大熱保險 其實是 當時川普拿了一個方案 給你更多的機會 去選不同的保險公司 或者不同的保險 讓你去選 而不是因為醫療保險方面 會剪掉你的 也沒有說過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就是 有些朋友 特別是老人家 是偏聽了 因為他聽了一邊 沒有聽另一邊 一提起共和黨的時候 就好像跟他有仇 這個情況就是 我真的看到有些老人家是這樣的 其實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 你是不是應該冷靜些 其實處理問題就是這樣的 醫療也好 社會福利也好 沒有要減利 只不過是給你更多選擇 另外我們看到 民主黨現在競選勢頭的情況 好像沒有以往那麼激烈 不知道是他在資金方面不足 還是因為他現在做到的政績出來 令到別人失望 而他自己也覺得 好像低調些 可能會好些 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說說拜登的民調 拜登的民調 現在一直徘徊在40%左右 40-39%左右 一直都在徘徊 為什麼會這麼低 原因就是跟他做的事情有關 這就是政績問題 現在看到奧巴馬也出來幫助助選 奧巴馬也跟民主黨候選人 會不會是因為民主黨都覺得拜登幫不了他們 所以找奧巴馬出來助選 奧巴馬一向以來都是民主黨的競選明星 因為奧巴馬是很懂得說話的 至於他做不到事情 大家就看他八年的政績就知道 他真的做不到事情 沒有做什麼出來的 但是他是很懂得說話的 所以他一直去競選的時候 也有一定的影響度 拜登是奧巴馬的跟班 他是副總統當時 因為近期 剛才說了Michigan的州長選舉 因為他跟拜登走得太近 可能他也影響了他的選情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不會邀請拜登幫他競選 奧巴馬出來之後 其實奧巴馬的光環一樣會在大陸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來看看奧巴馬的推特 他剛才說的約克克 他之前在他去參加競選之前 其實在他的推特製發了一個推特 要幫忙做競選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奧巴馬的推特跟的人數 或者是訂閱人數 是1.2億的 不是小人的 但是他的推特發出來之後 只是要可憐的30萬人 點擊多少 1.2億 只有30萬人點的話 是很少很少人的 是從來沒見過這麼少人的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可能是他的光環已經在跌落 跌落 暗淡 其實是很明顯的一個情況 而這個他幫忙 Georgia競選的約洛克 他的競選對手就是共和黨 共和黨這個競選對手 其實是很有來頭的 他就是打波出聲 打波出聲的話 因為他也是屬於非洲裔的人 當然奧巴馬不敢罵他什麼 因為大家都嚇人 他只是說 他是一個正客的名人 說是前監籃球的隊員 這個人叫做約克 這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的候選人 約克自己把自己形容為一個上帝的鬥士 約克你不要看他是打監籃球 以為他運動員 他不會說話 他懂得說話 為什麼呢 我看過了 Georgia這個民主黨候選人 他其實是補選的 之前他是補選出了 但是他這次 他是用來捉任他的任期 他一直迴避最核心的內容 但是被共和黨的候選人一直追著他打 基本上是在唯一一次的辯論中 基本上是被共和黨的候選人說到他沒有說話 他是現任參議員 不要說錯話 所以別以為別人是一個運動員 都不能說話 每一句話都說出了 Michigan選民的心聲 他再說真話就可以了 他不用說其他話 這樣就贏了 看來現在還有一個星期 到底那個戰果會如何呢 我們都會密切關注 大家因為都有機會做自己是選民 亦都在這次選舉中 都會盡自己的一分力 儘量說要選出自己心目中的 投自己心目中的一票 大家可以有一個指標 我覺得這一次其實紐約州 我們剛才沒有說 紐約州的州長候選人 其實現在真的有可能會翻紅 紐約州是一個森林的地方 好像加州一樣 這一次的州長候選人入面 共和黨候選人 現在是不斷地民調向前推 而且在短短的一兩個星期之內 他的民調幾乎反轉 那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是和紐約的犯罪有關 和經濟有關 這就是和加州一樣的 其實大家作為加州的候選人 或者加州的選民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其實努力一定會得到回報 只不過有時候會慢一點 所以你那一票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選好你那一票 千萬不要聽別人說 哪一個上台就把福利剪掉 沒有這回事 你其實在取福利的時候 沒有這回事 OK 我們因為時間關於 在這裡和大家說聲 再見了 多謝你的收聽 多謝石頭和我們分析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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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